為了維護治安 警方是積極掃鬧幫派了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就配合了內政部警政署執行了 今年第二次的全國同步掃黑行動專案 這次行動當中 警方是針對幫派經常活動的地方 像是在堂口分堂分會 這些據點來做加強領檢 總共動員是一千多名的警力 查獲了五納案將 這當中是包含了毒品販賣 還有暴力討價以及詐騙集團 總共是減速了竹聯邦 還有四海幫 還有天盜盟的成員 一共是36個人盜案 同時也查獲了非知識手槍 子彈 手機跟毒品 這些種物